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国际潮团总会执行主席 国际潮级博士联合会会长陈又南表示 要搭建平台 推动潮级青年人才 关注和支持家乡建设发展 12届市委第四轮巡查动员部署会召开 将对24个市职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查 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2023年9月19号星期二 农历8月初五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一起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9月19号 汕头市第19次龟桥桥卷代表大会 在市委会议中心召开 来自海内外的200余名桥界代表欢聚一堂 共谋汕头桥连事业新发展 市委书记温战斌 省桥连党组书记 主席李峰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 市长曾锋宝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向天宝 市政协主席邱一辉出席开幕式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蔡永明主持开幕式 温战斌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龟桥桥卷和港澳同胞 海外乔包 桥连工作者这一诚挚的问候 他指出 是第十八次桥代会以来 全市各级桥连组织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纵书记 关于桥五工作和群团工作的重要论述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服务桥胞 推动桥连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 全市龟桥桥卷和港澳同胞 海外桥胞 发扬 爱国 爱乡 情绩丧子的优良传统 大理支持汕头申办和筹备2024年第22届国际朝团联谊年会 和第十届国际朝商大会 积极回乡投资兴业 踊跃开展公益活动 为汕头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迈上新征程 希望全市龟桥桥卷和港澳同胞 海外侨胞 后执家国情怀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更大作为 把握大局大势 在支持和参与汕头构建三星两特一大产业发展格局 实施百千万工程 推进绿美汕头 生态建设等重点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当好桥梁纽带 再讲好汕头故事 促进中外交流中实现自身更大发展 全市各级桥连组织要加强思想引领 凝聚桥界人心 更好团结桥界奋进新征程建工新时代 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加强党对桥连工作的领导 陈梅罗什党的乔务政策 全力支持桥连组织 依照法律和章程创造性开展工作 李峰代表省桥连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他指出 近年来 善斗市各级桥连组织 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充讽发挥自身独特优势 引导全市归桥桥卷和港澳同胞海外侨胞 再助推汕头 高质量发展 传播 潮汕文化 促进中外友好交流等方面 做出了积极贡献 希望汕头市各级桥连组织牢记政治属性 加势开展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 围绕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 谱写新时代桥的文章不断出新出彩 发挥资源优势 化好桥界最大同心源 助力办好2024年国际朝团 朝商两大朝人盛会 为汕头走好走实 工业历史产业强势之路 凝聚力量 坚持为桥服务 持续实施爱桥 助桥 会桥行动 坐身 坐戏 坐实 为桥服务各项工作 夯实基层基础 增强桥连组织凝聚力 吸引力 影响力 努力开创桥连工作新局面 为汕头加快建设 现代化活力经济特区中 展现更大作为 做出更大贡献 会议听取汕头市桥连第18届委员会工作报告 海外乔包和我是人民团体代表志赫词 大会聘请市桥连荣誉主席 名誉主席和顾问 向我是获得全国桥连表彰的先进组织和个人颁发证书 举行为桥服务实践实施发布 即桥新桥公益项目启动仪式 市领导 田辉 王雪竹 省桥连二级巡视员林克风参加活动 昨晚我是举办欢迎晚宴以浓浓家乡味 欢迎参加共赏明月同心祝梦 乔助汕头高质量发展行动 继国际朝团总会2023年度会员大会的世界各地潮级相亲 现场高朋满座 香情融融 活动在朝野表演千家灯火万家欢中拉开帷幕 鸟鸟鱼音长流唤起香情悠悠 宁家朝曲大连唱家国盛宴庆团圆 以经典朝剧形象与新边原创朝曲相融合 表达对华侨归家的欢迎之意 从我们家乡的味道就是我们的朝菜 通过朝菜可以使大家联系在一起 就回家吃饭 昨天参观了这个老区小公园晚上 看大戏 朝周戏等等 朝周的美食 加上今天晚上特别感受到 好像是回到我们年轻时代的家一样 全员嘛 所以就感觉情意隆隆 很开心 很激动 千年潮声回荡 万里 海思争翻 由金阳小学师生表演的原创童谣情景剧 爷爷收到一封信 以孩子的角度 讲述老一辈华侨华人 飘洋过海 闯荡打拼 心系故土 反补丧子的感人故事 而这一封信就是华侨寄回家乡的桥匹 舞台上 潮善童谣情深意欠 乔批家书 直短情长 让重回故里的乡亲们备受感动 做这个童谣啊 就是很回忆小的时候 奶奶啊 我们奶奶啊 就是教我们啊 就是哎呀 感觉很深 包括我的娃娃就是 我们的要求呢 必须要学会潮手画 通过今天的这个活动呢 我们想更好的融合来推广我们的潮善文化 那也希望说通过这样的活动 能够在明年我们的两大盛会的举办之时呢 营造一个更好的氛围 节目还拉开童谣五周唱 相请四海连 全球潮人童谣隔代传唱大赛的序幕 活动由是 归国华侨联合会市侨局主办 将面向海内外潮汕籍乡亲 华文学校学生家庭 热爱潮汕文化 喜爱唱颂潮汕童谣的家庭 征集祖孙传唱 潮汕童谣的视频作品 并在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的重要节点 进一步向全球推广 潮汕优秀传统文化 在潮汕人心中 家永远是无可取代的 在晚会现场 一场潮味满满的温馨家宴 一解乡亲们多年的乡愁 大家好 我是汕头荣梅的记者许思涵 我现在已经是来到了 万豪酒店的会议厅门外 现在是晚上的五点多 我在门口已经闻到了 正正的香味 我们去后厨看一下 卤鹅 海鲜 还有我们的特色小吃 可能这些对于我们来说 都是饭桌上很日常的潮汕美味 但是对于今晚的潮人大家庭而言 却是期待已久了 已经有嘉宾提前来到现场看彩排了 我们去看看 我看到小时候的影子在这里 在明天很亲切 很亲切 谢谢 今天晚上此时此刻 现场已经非常热闹了 来到这里的是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三百多名嘉宾和潮人 他们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 没有入市整齐的团聚在这里 越是顾湘民 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 他们跨越山海来到我们的家乡汕头 团聚在这里共赴一场晚宴 对于他们来说是欣欣念念的家乡味道 是阔比酒的团圆饭 大家围住在这里共敬家宴共谋发展 作为共赏明月同心祝梦 乔助汕头高质量发展行动 即国际朝团总会2023年度会员大会重要活动之一 今天上午国际朝团总会第九期实物研讨班在善举办 研讨班形势新颖 气氛热烈 务实高效 座无虚席 13届汕头市政协主席 国际朝团总会主席谢泽生出席会议 并做系列活动小节讲话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蔡永明参加会议 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副主席郭一鸣主持会议 研讨班上 重量级嘉宾高质量对话交流 朝团首长围绕主题深入研讨 马来西亚潮州工会联合会总会长林嘉光 国际朝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林伦伦 国际朝商经济合作组织主席吴开松 国际朝级博士联合会副主席朱岳生 国际朝青联合会会长李毅彪五位主讲嘉宾 分别从国际朝团联益免会创办缘起及初中 国际朝学最新研究成果及未来工作设想 国际朝商经合组织如何助推深善深度合作 全球朝级人才如何有效对接汕头三星两特一大产业需求 和如何创新做好朝级青年新火相传工作等不同角度切入 畅谈感想感受分享交流经验深入对话探讨 台下海外朝桥代表踊跃发言争相提问 赞叹桥乡发展新贸赞扬家乡办会诚意 对汕头三星两特一大特色产业表现出浓厚兴趣 两个小时的研讨交流活动在与会嘉宾 意犹未尽的提问与交流中结束 大家纷纷表示希望明年能够组织带领更多旅外乡亲 回到家乡共睹桥乡聚变 共化家乡发展共乡朝人盛会 精彩不断的共赏明月同心祝梦 乔助汕头高质量发展行动 继国际朝团总会2023年度会员大会 至此圆满落幕 国际朝团总会主席谢泽生现场做总结讲话 指出这是国际朝团总会一次别开生面的大聚会 是疫情之后世界朝人大家庭的首次大团圆 是成果丰硕的乔助汕头高质量发展的大行动 更是海内外乡亲写手谱写新时代乔文章新篇章的新启航 谢泽生表示 此次大会海内外朝团代表相聚乔乡善头 深入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乔务工作的重要论述 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视察汕头重要讲话 重要知识精神 更加深刻领悟做好新时代乔的文章的重大意义 使命意识责任意识进一步增强 见证了汕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取得的重大成就 目睹了家乡面貌的喜人变化和美好的发展前景 更加坚信总书记 因切期望汕头迎头赶上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谢泽生圣邀海内外朝人明年汕头再欢聚 同时激励海内外朝团要把握大局大势 发扬红毒船精神 敢传敢誓 同舟共济 创新求变 发挥好融通中外双向桥梁作用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汕头声音 不断扩大朝人群体影响力 助力深化中外交流合作 为报效祖国造福家乡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现场还颁发了国际朝团总会 第九期实务研讨班 感谢状以及学员证书 在省政府新闻办省侨办指导下 市政府新闻办市侨务局 举办思路来信 全球同写平安批征集活动 参加此次活动的朝级乡亲 纷纷提笔书写侨批 一封封饱含深情的侨批家书 一笔一画军事朝级乡亲的 全权赤子之心 大家纷纷在乔批样式的新纸上 书写乔批表达对家乡的祝福和问候 法国潮州会馆名誉会长文睿潮写下注语 驻汕头2024年成功举办国际朝团联谊年会 这封乔批同时唤起他对华侨奋斗时的回忆 一度哽咽 眼泛泪光 我想以前老一辈的老一辈的前辈们 他们所写的寄回那个国内的脚皮 很感触讲到前辈们 当时在泰国在各方面的 就是得辛苦 拼迫 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也是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记忆名录十周年 乔批是连接海外朝人与故土的精神纽带 今年七月 汕头在泰国举办 三江出海 一纸还乡乔批历史文化展 在海内外引起热烈反响 如今大家落笔记情 书写 美好祝福 一封封桥匹 包含海外游子 千山南祖的乡情 自自揭示祝福汕头的真挚愿望 原来聚迈 宣言2024再见 我们在海外 我是第三代 我是三十几年参加这个朝会的 心中有一个很大的期望 什么时候回我的家乡 主任我朝善在主办国际朝 明年国际朝门圆满成功 大家回家来看看 这样的情绪 一定会来 有这个国家的繁荣参赛 人民更加幸福生活 特别高兴 汕头特别漂亮 明年的会议肯定会圆满成功 为迎接2024年两大国际朝人盛会 汕头市全新原创童谣歌曲 MV少年游汕头全网首发 向全世界潮级相亲 发出无奥来TikTok的盛情邀约 在共赏明月 童心祝梦 巧助汕头高智朗发展行动 继国际朝团总会 2023年度会员大会现场 一群天真烂漫的小朋友 用同声同语 向海内外乡亲演绎 少年游汕头 展示汕头的历史脉络和魅力风光 唤起乡亲们浓浓的乡丑 并向嘉宾们发出回家的盛情邀请 很高兴来到这里演唱这首歌 也很高兴跟我的小伙伴来到这里一起唱 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首歌 来了解我们汕头的文化 我希望通过我们自己的演绎 让更多人感受到汕头的美 欢迎大家来到汕头游览 我很喜欢我的家乡 所以我很自豪地向大家推荐我们汕头的美 希望这首歌可以飘洋出海 带给更多的人 让他们带着全世界的朋友们一起过来游玩 明年希望 让我有机会能够继续来参加 作为城市主题宣传曲 少年由汕头朗朗上头画面精美 用悠扬轻快的曲调赋予内涵的词作 展示百年桥乡风采 经济特区新年 将汕头身后的历史底蕴 无限的自然风光 及美好的发展前景 展现的淋漓尽致 歌曲分为唱词和念词两部分 唱词方面 嵌入位于小公园开埔区内的 世界记忆遗产 国家文保 省级文保 以及部分已活化的 世纪文保单位等汕头特色 符号 故事的人文景点 念词部分 以小公园过渡 由汕头展现汕头 六区一线 嵌入各区县著名人文自然景区 蕴含浓浓的桥元素 这首歌呢 是从那个我们汕头小公园 引入 然后呢 再延伸到就是海关中楼 还有那个西地公园 就是一层层往外扩出去 汕头以外的人 认识咱们汕头的美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让我们海外的一些侨胞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 会有所触动 因为我们这首歌表达的理念就是 走遍千山万水 归来人是少年 国际潮团总会执行主席 国际潮级博士联合会会长陈佑南 在接受汕头融媒记者专访时表示 近年来 汕头的发展成效有目共睹 正吸引越来越多人回乡投资创业 希望潮级青年人才 关注和支持家乡发展 为祖国 为家乡 为社会 做出更大贡献 陈佑南十分关心家乡发展 他表示 近年来汕头智力提升产业交通城市环境 用心筹办2024年两大国际潮人盛会 发展呈现新气象 新成效 这是我一个日内第二次到汕头来 上一次我也有机会见到汕头的领导 从他们的交流 我也知道他们非常非常重视 而且非常的用心去把明年的年会办好 我是非常有信心 而且期待这个年会的举办在下山头 我相信这次会是一个非常特别 而且比较幸运的一个年会 2013年 陈佑南联合世界各地潮级青年精英 成立国际潮级博士联合会 并担任主席 为优秀潮级博士专家学者 展开学术交流 谋求更高发展 更好服务社会 提供良好平台 同时促进更多科研项目落地 让国际潮博的科研力量 为祖国家乡建设 发挥更大作用 潮级人在学术方面 都有非常优秀的人才 而且这是我们的传统 很快就有2500多个博士在参与 我们应该怎么样好好的用它 我们跟一些大学 已经开始有这个探导 而且房间都是非常正面的 可以做一些工作 而且是为当地经济 可以带来回报的 我们希望可以做得到 而且我有信心 我们可以做得到 陈佑南表示 汕头是一座富有活力的城市 许多在外潮级青年博士 都渴望有机会回到家乡发展 做报效丧子的践行者 他将带领更多香港潮级青年 回乡考察 寻找合作商机 携手助力家乡 高质量发展 要请我们的博士一起回来家乡来考察一下 来看看有什么那方面我们可以做 因为现在我也感觉山头也好 我草山地区有很多年轻人 都希望创业 希望有做一些新的创新的项目 新的创新的公司 那么我们可以看怎么样可以合作 我们里面有很多年轻的博士 有一些在外国 有一些在本地 有一些在遍布各个地方 然后如果我们可以 创造一些机会 所以青年跟我们博士团 其实有很多方面是可以做的 9月19号上午 共青团汕图市15届12次全美扩大会议 即全市共青团调研务序会召开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纵书记同团中央 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 集体谈话时的重要强化精神 贯彻落实团19大 省委13届三次全会 省第15次团代会 市委12次六次全会 部署要求 总结今年以来工作情况 部署下一步工作 市委副书记秘书长赖小卫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 全市各级团组织 要牢记习近平纵书记 因因嘱托 自觉践行 坚定不移跟党走 为党和人民奋斗的初心使命 扛起迎头赶上的使命任务 以忠诚担当 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 坚守为党育人 主责主业 始终把汕头青年 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要深刻把握工作主线 主动对接重大战略和重大任务 团结动员汕头青年 投身中国式现代化的汕头实践 要顺应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全面从严管团治团 建设绝对忠诚 清澈纯粹 筋骨强健 敢战能胜的党的青年铁军 更好的团结引领 广大团圆青年 在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中 挺应担当 建功立业 会上 团市委主要负责统治 做题为 牢记领袖嘱托 使致跟党奋斗 在中国式现代化汕头篇章中 续写青春荣光的工作报告 9月19号上午 十二届市委第四轮 巡查动员部署会召开 会议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巡视工作重要论述 传达学习上级 关于巡视巡查工作的 新部署行要求 强调 要坚持政治定位 充分发挥巡查 对两个维护的督促落实作用 坚持严的基调 充分发挥巡查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惩治腐败的利剑作用 坚持系统观念 充分发挥巡查 综合监督作用 坚持标本监制 充分发挥巡查 推动改革 促进发展的利器作用 坚持政治建筑 充分发挥 新时代 巡查铁军表率作用 全力以赴保障 党中央大政方针 在汕头 落地见效 会议要求 全市巡查机构 要提高政治张位 增强使命担当 充分认识 对教育 卫生健康系统 开展常规巡查的 重要意义 仅扣四个聚焦 开展巡查监督 高标准 高质量完成 本轮巡查任务 要以更严标准 更高要求 加强队伍的 教育管理监督 深入开展主题教育 扎实推进 教育整顿 严肃巡查 工作纪律 努力把巡查 利剑磨得 更光更亮 始终做到 利剑高悬 震慑常在 经市委批准 本轮巡查 对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是教育局 是卫生健康局 是市场监督管理局 是医疗保障局 是红十字会 是中心医院 是卫生学校 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是第二人民医院 是第三人民医院 是第四人民医院 是中医医院 汕头文化艺术学校 汕头开放大学 是金山中学 是驼滨职业技术学校 是林百新科学技术 中等专业学校 是第一中学 广东汕头华侨中学 汕头技师学院 是体育运动学校 广东汕头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是教师发展中心 共24个市职单位党组织 开展常规巡查 巡查时间为 9月中旬至12月上旬 近日 汕头高铁汕头段 潮南站10千伏配电所 汕头南站10千伏配电所 顺利完成接火送电 为后续铁路试运行 及通车奠定基础 潮南站汕头南站 是汕头铁路 其中两座新建车站 作为重大交通基础设施 车站的信号 通信照明用电设备 对高铁安全运行非常重要 为此汕头供电局 为两座车站协调预留 4回10千伏线路 汕头供电局提及办理 成立专属服务团队 开闭立四通道 四至多回10千伏线路 实现高可靠供电 确保高标准 高责量供电 广州至汕头高速铁路 广州至汕尾段 将于近期通车 汕尾至汕头南计划 今年内通车 9月18号 潮南区教育局组织 深西明德学校学生 收看系列专题片 人民英雄 麦贤德 传承革命精神 激发青少年学生 爱国主义情怀 增强国防观念 学生们被钢铁战士 麦贤德的故事 深深吸引 大家表示 将铭记历史 向英雄学习 向英雄致敬 永丹使命 爱党爱国 努力学习 奋发图强 为实现伟大中国梦 做出贡献 观众朋友 今天的汕头新闻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欢迎关注汕头新闻 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再见 未经训 各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